大家好我是CADGE老王 這次我們要來開箱體驗 來自義大利的哥斯達郵輪 SALUNNAHO 我們在船上看到了什麼 玩了什麼 吃了什麼 這次都有全程紀錄喔 這支影片我也會告訴你 登船後必須注意的相關事項喔 這次參與的是四天三夜的 日本沖繩宮古島航程 奎兒已久又回到了沖繩 依然美麗啊 另外也還第一次踏上了宮古島 這邊的沙灘讓我好驚艷 對了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的影片 別忘了按讚訂閱收藏起來 日後會跟你分享更多的 國內外旅遊體驗影片喔 好啦不多說 一起來看看影片吧 欸 妳要去打 去坐遊了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基隆港 那我們今天要搭 哥斯達 沙倫那號 要前往沖繩 那我們已經不算是前幾批行次的遊客 我們是不是算是中間批行次的 我們現在來體驗一下 到底感受上是如何 而且颱風才剛過 現在聽說沖繩那邊狀況很差 因為我們這次是去沖繩跟貢古島 所以不知道狀況怎麼樣 現在是大概快中午 下午四點才會起航 所以現在上船上去 就要先上去吃飯 那我們等一下上去看看 船上的感覺是怎麼樣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有多少人上船好不好 來 一二三 第一次的游輪登船體驗 覺得有點驚人啊 這次要搭乘的 哥斯達 沙倫那號 總載客量可以達3780人 房間就有將近1500間 幾乎就是一個海上的度假村 據說船上有很多義大利風格的設計 所以又有海上義大利的封號 報導時這邊就準備好你的護照 及旅行社替你準備的登船資料到櫃台 拍個人照見檔就可以準備登船囉 先看一下我們現在走到進去 大概花多少 剛剛繳完登船資料之後 確認拍照之後呢 讓你進來 上到我們今天要搭的泳台上面 然後給你一張這個 跟你說明一下 你等一下可能會要做什麼事情 進去的話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可以先去用船 因為現在接近中午時 你上船之後 我們就是開始想用船上設施 船船會慢慢會在下午兩點準備好 因為郵輪運作方式就是說 上一批的遊客他們剛到港 那他們離開之後呢 客房才會開始做整理清潔動作 所以就跟我們一般住飯店一樣 他在下午的部分 你才可以進到你的房間內 去拿你的行李 基本上就是很像 住一個海上飯店的感覺 還要等到兩點左右才 上去才可以check in 真的進到飯店這樣 現在是12點54分 我們11點22分進來排隊到現在 所以提醒一下大家 一個多小時才可以進到船上這邊 還是建議要早一點進來 還在走 才正要進去而已 健康生理書 他們在下船那天才會管你 你以前入境日本的時候 還會給你一張護照的銀粉 所以你買一些免費商品之後 拿那張一樣是可以做脆脆的 一進來呢我們就先來去餐廳 要先去吃飯先來餐廳看看吧 登船之後呢就可以到九合的置物餐廳 享用午餐啦 餐點的總類啊其實蠻多元的 但大部分是以西式的餐食為主 只有飲料的部分是以茶、水為主 如果你要另外喝額外的酒水飲料 是要另外自費的喔 餐點的美味度整體來說算是中規中矩啦 但基本上這邊的餐點就是讓你吃到飽 而且換餐的速度啊其實也算蠻快的 常常一轉眼就有新的菜色會上架 遊日上的劍峰用餐時期呢 大部分都是需要排隊的 但是取菜路線其實算蠻多 比較不習慣的是 我每次都很想坐在床邊看台 享用我的餐點 但是座位呢都是有限的 一下子就被做完了 最後呢就只能坐在中間吃飯囉 剛剛找不到房間後來發現 他這個全部都是單號 我們在單號走廊 一直找房間我們是雙號 所以他一個走廊全部單號 另外一個走廊才雙號 所以現在找路口過來 喔這邊這邊 好終於找到我們的房間 我們來看一下房間的小角看一下 每次介紹一下 內餐雙人房 小小的 今天的話就會有房卡 房卡的話會有兩間 然後稍後我們會拿這個房卡 去樓上綁定我們的信用卡 那我們在船上消費呢 就只要認定這張卡片 最後他結帳的時候就會 從信用卡裡面做扣款 再來看到他會幫你們安排 我們今天晚餐時間 然後是什麼時間 就是做分流 避免大家都是 都擠在一起用餐 他已經買分好了 對 我們的話是 五點十五就要吃晚餐 但我們現在還可以吃完中餐 簡單就說廁所 一個淋浴間 然後淋浴間 等一下我們再去看一下 爸爸那個陽台房 爸爸是雙 爸爸是那個海景房 對 海景房 我們住的是比較 經濟實惠的房型 但是我還有另外找時間去拍下 其他同行旅辦的房間喔 如果你有比較小的陰兒同行的話 郵輪這邊還可以幫你準備一個陰兒床呢 另外呢我還拍下了海景雙人房 稍晚我也去拍了很特別的陽台房型 看一下岳父的房間 我岳父的房間 來看一下海景房 體驗蠻特別的 它跟那種住在海景房的感覺 不一樣 它是一個移動的度假村 然後就聽著這個海 然後這樣滑滑滑滑 然後移動到下一個國境這樣 蠻特別的 真的蠻特別的 好 剛剛他們就是在做所謂的 綁信用卡的動作 那房卡一定要先綁定你的信用卡 你才有辦法做任何事情 因為在船艙上 它的消費 所有的東西都是綁在這個房港上 所以記得 進到裡面 最麻煩的就是這個 要趕快先去綁起來 開船之前 半個小時吧 開船前 一定會有這個安全演練 你一定要去參加 這是為了安全的演練 但是這個場景 很難得看到 什麼 開船之前 第一個派對 出航派對 我們來看一下出航派對 好可愛 好可愛 哇我們離開基隆港了 你看那個海上的光很漂亮 波光淋漓的感覺 波光淋漓的感覺 現在我們去船頭那邊開始了 我們從前ista 我們去船頭那邊開始了 去搜尋 海外 每個地方都是天一空的 每個人都空著 非常有的 我來講幾個比較不習慣 我現在不習慣的第一個點 就是你一離開 一離開到了快公海的地方的時候 就會失去網路 那失去網路現在找不到人 所以我現在跟我老婆小孩 找不到他們在哪裡 網路沒辦法通 不知道怎麼辦 2 3 1 1 我剛才找到我老婆小孩 他們在五樓吃冰 還好我知道他們要去吃冰淇淋 走吧我們去找他們的 要去吃飯 爸爸我要去搖搖 沒有我們要去吃飯了 吃完飯就要去游泳了 沒有沒有 我剛剛一直以為是放音樂 結果是真的人在表演 現在又是吃吃喝喝的時間 晚餐 五點四五就開始了 他規定六點前一定要進場 你六點前沒有進場 你就沒有晚餐吃了 所以他是分兩梯次 另外一梯是七點吧 一梯是兩個小時 我們先進來用個餐吧 餵在三樓甲板的威士塔餐廳 就是郵輪上的晚餐主餐廳 用餐的方式變得比較有儀式感 從前菜、主餐甚至到甜點都可以自己選擇 當然在義大利的船上少不了的就是義大利麵 坐邊也會有服務生隨時幫你服務 整體來說服務上都還不錯 我們這次選擇的主餐是龍下飯跟牛排 份量只能說是剛剛好 口味上的感覺我覺得也還OK 結論就是餐點走的是一個多樣化 但小巧精緻的路線 如果你真的還是吃不飽 另外還可以加點漢堡跟薯條 後來我們就點了漢堡跟薯條給小朋友吃 但最後甜點上來的時候我發現 真的有點吃太飽 這時候我心想這趟郵輪旅程 每天這樣吃吃喝喝 下船應該會胖不少吧 我們現在來體驗第一場劇院表演 晚上有這種超級大的劇場 超級無敵大 超級無敵大 我們等一下來取集一段 讓大家看一下表演的感覺 《陰星時讃的歌 système不足 》響號 《陰星時讃中文》 《陽光月馬山、人ね》 《陰星時讃含哨倭之夜訓》 《陰星時讃中文》 《陰星時讃吩 gets到浮到大憂蓬火》 各位你看看我發現什麼 一個義大利的船上面就有一台韋斯牌 他們這邊會有很多那種拍照的攝影師 但是他這台車跟我以前那台一模一樣 我以前有一台Yamu 就跟這個顏色長一樣好懷念 看完表演後呢 我們就跟家人們來到了萬神酒吧 小卓一下聊聊天 還可以走出去甲板外看看海 吹吹海風 這種海上酒吧的感覺真的很不賴 最後呢當我們要回房間休息時 酒吧的海上鋼琴師 彈起來那首好棒的歌 我早安 新的一天 我們要來去吃早餐了 今天呢就是度過了一個搖搖晃晃的一個睡眠 那在船上的感覺其實是微微的搖搖的 不會到很大啦 美也沒有搖啊 是小壞 餐廳的部分呢就跟昨天一樣 昨天進場的那個午餐的地方一樣 找個地方坐下來吃早餐吧 第二天的早餐呢我們選擇坐在自助餐廳旁邊的室內泳池 就是坐著用餐 這一區比較沒有人 主要是因為沒有冷氣的關係 但今天其實不會很熱 所以我們覺得很OK 第二天的早餐比較特別的是 有了包子饅頭這類型的中式餐點 而其他的話其實差異不大啦 每天的早晨呢房間門口都會放上一份傳報 主要是把今天傳上所有的活動啊列出來給你看 你自己就可以規劃今天的一日行程喔 現在吃完早餐了 因為我們今天下午2點才會到達沖繩 那到達沖繩你不是說馬上就可以下船 他是排隊下船 今天排到的時間是3點45分 我們是一群家住女郎 那有的是3點初有的是3點半 有的是3點45分 但是我們下去下面大家還是要互相等待 因為我們是同一個包車這樣子 所以我們今天到沖繩之後 下去到沖繩還要一個多小時才會真的下去 然後下去的時間就只有6個小時左右 晚上10點就開船了 你就會說你3點下去 中間這個扣掉通車的時間 可能就是那5、6個小時可以逛沖繩 也不知道會怎麼樣啦 反正就是看看吧 我們等一下就帶小朋友來游泳池 來看一下這邊 好多人在游泳 好多人在游泳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活動 好多人在游泳 好多人在游泳 很快 好多人在游泳 好多人在游泳 好久沒有問這次了 最後去日本的一個地方 在疫情之前就是沖繩 現在也從沖繩開始 在港口下船之後呢 我們這次選擇的是 食人座的客製化包車 可以自由選擇我們要去的景點 數戰數決 當然也有很多人是選擇走路 往國際通往方向邊走邊玩 但路程大概也要20幾分鐘吧 考量我們的人數及要去的地點 最後還是選擇的包車 5個小時的費用大概是6000多塊 一個人換算下來大概600多 其實蠻划算的啦 畢竟日本的計程車本來就是不便宜的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搭計程車 但就我們剛剛下船看到的狀況 排隊人潮真的非常誇張 所以等計程車可能要花蠻久的時間了 好啦 我們第一個景點就來到了 好久不見的賴藏島 我們現在在賴藏島這邊 大概待了一個小時左右 我在這邊呢我覺得這個地方超棒的 其實我在很久之前就來過一次 然後上次來的時候比較熱 那這一次來的話 天氣看起來好像很熱 但是其實不會 而且這邊整理的超級的乾淨 但是這邊蠻特別的 幾個地方 它有很多的特色的小店 往上走上去 然後你每一個小店看出去的景色 都是坐在那個小店前面的一個小空間 然後望著戴哈吃東西 超級超級療癒 然後我覺得特別的是 它這邊連廁所都有冷氣 然後走進去廁所就 喔唷好涼喔 很特別 那這個賴藏島 它是一個島型的一個地形 所以它的外圍 其實就是讓大家去停車 就停車就停在外圍 然後繞一圈停車停車停在外圍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是 機場就在旁邊 這邊時常會看到機場飛機的起降 那飛機的起降距離又很近 所以來這邊看海看飛機 吃點小點心 很推薦來這邊走走 超完美 在旁邊看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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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必備行程 藥妝店 第二站我們來到了車程約15分鐘的PAKO City 這也是沖繩最大的購物中心之一 陪著家人逛完藥妝店之後我就闖到隔壁的日本超市 我最喜歡逛日本超市了 每次都有意想不到的發現 但是不知道是時間玩來怎樣 好多東西都被搶完了 好慘 現在日本的結帳機 全自動化 自己截 自己刷 自己裝袋子 然後自己找錢 好久沒有 還是日本 完全都變得太一樣 你現在是不是 滿載而歸嗎 我覺得郵輪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就是 到了一個過的地方 就是要去一步了 快很準 這個應該是你買過最快的一次耶 因為我直接有限制 超快 我們只有一小時 超快 採買結束之後呢 我們就在用餐區域 把我們剛剛買的樂食吃完 順便解決晚餐 第一天下船的時間真的有點趕 有一種在快閃沖繩的感覺 第一次體驗這樣節奏的我 有點不太習慣了 我們後來用包車的方式 移動就比較迅速 郵輪 然後來到屋地上 要快速解決景點 跟一些購物的行程的話 還是包車最快 或者是你直接買郵輪上的行程 是最快的 好啦 以上這節奏題為大家參考 回來了 回來了 所以上船的時間其實是滿快 安檢的話 他是在進來才安檢 所以進來海關那邊還滿快的 好啦 那我們就等一下休息一下 等一下晚上再去看秀 晚上10點 郵輪慢慢的死泥那巴港 早上幾經忙忙的行程也在這個時候沉澱了下來 休息片刻之後呢 我來到頂樓的甲板 第一次從海上看著沖繩的夜景 這還真是一次特別體驗啊 由於我們早上9點呢 我們就抵達宮古島了 早上用完早餐之後呢 預計是10點開始排隊下船 比較特別是 宮古島的港口是停泊在外港 等等還要等接駁車 接駁到內港路徑 這邊也小小科普一下 宮古島的小資料 宮古島的日文名字 Miyako 分別代表 Miyaku 所謂的Miyako呢 就是自己居住的地方的意思 這名字聽起來是不是有點可愛呢 感覺如何 有一點混亂 這邊比較混亂 下船就只有在凌晨啦 啊其實我覺得那個凌晨甲板 那個空間其實蠻窄的 瞬間下船的人也太可愛了 動線跟接駁的那個車速 車輛可能也不夠多吧 就算你下來了還是要等一下車 這團烏雲好大 希望不要下雨 請 wichtig 宮古 loving Wang 終於來到宮古島啦 這邊全部都是遊覽車包車的活動 你沒有包車好像沒辦法走太多東西 不然就是要坐這種計程車 我們在宮古島當地的交通方式是在出發前就訂好的遊覽車導覽行程 總時間大概是5個小時左右 預計會跑5個景點 而車上還有當地的導遊 他還會跟你聊聊一些他在宮古島的一些故事 這種小型的導覽行程一個人費用大概是1400塊台幣左右 整體來說我覺得是還OK的 好啦 那我們第一個要去的景點是伊良布大橋 這座橋是2015年開通的 總長約3540公尺 這座橋主要是連接宮古島跟伊良布島 而這座美麗的跨海大橋也是日本現行可免費通行的橋上中最長的一座 我在網路上看到超多好美好美的照片 甚至海水非常透澈 聽說還可以看到海櫃 但我們造訪的這一天是陰天啊 感覺真的差很多耶 有一種網路上看起來很美到現場卻不一樣的感覺 雖然小小失望 不過我相信這邊天氣好的時候一定是超美的 海的顏色很特別耶 對啊 這砂子很細耶 好細喔 好好看 哇 屁股穴 好OK 走我們去看一下 拆拆水就好 接下來我們來到了前濱沙灘 這裡是宮古島最代表性的沙灘 也被譽為東洋第一白沙灘 來到這邊天氣突然放晴了 心想 對嘛 這個顏色才是宮古島的顏色 超美的 唯一不完美的是 我們的停留時間只有一個小時 好可惜啊 到了午餐時間了 我們來到宮古島 安南商場的周邊附近吃飯 而這個商場的周邊呢 還有很多的品牌門市 我們就在旁邊發現了吸送物的門市 後來呢 我們就在這邊採購了一些小朋友的玩具啊 衣服等等 價格都超便宜的 吸送物啊 大概就是一個母嬰版大創的概念 這邊的價格啊 都非常經濟實惠 關完之後呢 兒子突然說 他想要吃麥當勞 後來我們就走到附近的麥當勞 想說點個小東西來吃 一進去不得了 麥當勞整個爆滿 我原本只是想點個小東西 卻等了好久 才點到餐 這個麥當勞的超級特價 15個雞塊只要490 還有三種特別的醬 超級划算 超級划算 他可以選三種醬 有點像酸奶醬 但它是有調味的酸奶醬 好吃嗎 還可以接受 酸奶醬嗎 黃芥末 就是美食芥末 這個黃芥末 比較甜的黃芥末 比較甜一點的 黑胡椒 這起來有點牛肉還是羊肉的味道 這隻有一種 牛 灶燒醬 很像黑胡椒灶燒醬 所以它把它獨立出來 那你覺得你比較軟的 我比較喜歡台灣的紅蜜醬 就比起來我們還會比較喜歡 這兩個 這兩個 這一個有一點奇妙 就是比較熟悉的味道 最近有來賣檔的話 可以試試看 那個15個雞塊 495日幣 超便宜 一開始想說來超市 趕快採買一下 結果超市一樣大爆滿 整個超無奈的 而且一樣要自己結帳 整個就是手忙腳亂 公國島全部的人口差不多就五萬人左右 遊歐倫一次下來的人數差不多兩千人左右 這種短時間的人口集中 進入到這個島內消費 就是為了這樣的後遺症 最好是帶一個很大的購物袋 你看我們家 自己帶一個豆腐袋 還去買一個購物袋 要找他唱歌 離開商場之後呢 就突然下起了大雨 真的想說等一下會不會就無法繼續走景點了 但過個路口後 又突然放晴了 我要去坐纜車 走走走走走走 這個公國島的私人度假村纜車呢 是自費的行程 一個人是五百塊日幣 就可以從纜車的上方 看下去一望無際的海景風光 但是很可惜的是 今天的天空不美麗 海洋的顏色也是灰灰的 好慘 這個體驗就是這樣 有興趣也可以去打一下 但是天氣不好就不好看 然後呢 我就是藍車 很不巧得 我們現在又遇到了下雨 這個地方呢 叫做德國村 相傳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群德國人來到這邊 好像是遇到颱風吧 然後就被掃到這邊來 後來那群德國人就得救了 然後德國人為了打謝這邊的人 幫忙他們 就這邊建了 德國的房子 這邊就滿有德國的風格 德國的建築物 可是現在下雨 好慘 走 離開德國村之後呢 我們就要慢慢訪回港口了 今天到訪的景點啊 其實點跟點之間都有一定的距離 所以搭郵輪來這邊的話 你一定要包我遊覽車 真的會比較方便 回到港口這邊呢 你會看到三台非常可愛的餐車 而這個時候呢 天氣又變得更清浪了 這個視角看過去 是不是非常非常有沖繩島的感覺呢 但很可惜的是 就是我們已經要上船了 不然我真的很想買一份餐點 然後再去一次早上的沙灘 那邊真的超美 超適合放空的 這邊的話啊 稍微做個結論 剛剛在上面跟導遊聊了一下田 他說宮古島這邊其實比較缺的是 當地的一些特產 沒有像什麼海鮮什麼料理 這邊最大的特色就是 這邊有很多很多的甘蔗 甚至還有糖廠 多大部分是以觀光 作為經濟活動 剛剛聽導遊說 那種十萬日幣的度假村那邊賣得很好 還蠻驚訝的 我相信那個天氣很好 來的時候應該是超漂亮 只是我們今天來 然後時不時就是遇到一點陰天雨天 好啦我們就準備要登船 GO 趁著要離開宮古島之前呢 我們又來到了頂層的甲板 拍拍照看看海景 然後這時候天氣啊 呈現一個超級無敵的藍天 終於讓我看清楚了 宮古島的藍色海洋 原來是這個顏色啊 然後呢 我們就在宮古島的藍天下 拍下這些美麗的照片 天氣變得晴朗之後呢 也慢慢的接近傍晚了 這時候出現了最美最美的海上夕陽 金黃色的夕陽雨灰映照在海洋上 波光玲玲耶 超級美的 正要離開港口的我們 就這樣追著夕陽慢慢的往前 大家都在等著夕陽落下的那一刻 你看 父親節快樂 拍照拍照拍照 去過這麼多地方 第一次體驗郵輪的旅行 你覺得這個體驗怎麼樣 我覺得我出門前就蠻期待 不知道坐郵輪是什麼感覺 因為這一次父親節嘛 爸爸父親了 所以我們就跟著他一起來玩 其實體驗上我覺得不錯啦 也沒有什麼太大好調剃 除了船比較大燒之外 因為上下船人很多都需要排隊之外 其實旅程上算是蠻舒適的吧 我不敢說吃得好啊 但是都吃得飽啦 吃的喝的用的幾乎都OK啦 其實我覺得樣式也很多 你看他有幫我們準備 像早餐你有饅頭可以選擇 水果部分甜度我覺得是夠的 然後茶水的部分 基本款都拿得到這樣 對就是你如果要喝酒水跟飲料 那個就要買那個的話 貴一點 但是我覺得還合理啦 因為船上物資本來就難以取得 所以我覺得那還OK 我覺得我唯一比較不習慣是 一進來人很多 所有的東西吃飯下船活動 全部都要排隊到等等等等等等 很像一個大型的度假村 然後全部要做一件事情的感覺 那船公司有做分流 只是說因為人很多嗎 你很難控制 就是會有點亂掉啦 那天氣又熱水 你脾氣會有點暴躁這樣 等的時候真的會有點煩躁 尤其是下去又上來 下去又上來 又安排號碼 那過程真的會有點煩躁 可能要習慣下下 我的感覺 你覺得什麼樣的人適合郵輪旅行 其實我覺得個年齡都滿適合的耶 滿多長輩其實你不能搭飛機 你想要出國旅遊走走散散性 看看一下外面世界 我覺得很棒啊 因為其實船上你說旺媽其實還好 而且活動很多其實沒有讓你閒下來的時候 對還在玩水啦 游泳池就有三個吧 有三個還有一個水道等等 那我們真的比較可惜的是 因為還有一些室內 比如說健身水療的部分 我們是沒有進去的 還有很多沒有玩到 對對對其實是還有很多沒有體驗到 如果下次要再做的話 你會想再做看看嗎 我覺得可以再體驗不同的郵輪啊 感覺可以開更遠的看看 對對對 因為其實睡覺起來 你又到不一樣的地方耶 蠻特別的啊 而且其實算起來包吃包住 其實嚴格算便宜 你是坐在這個度假村的概念喔 然後四天三夜 然後它就包吃包住 然後慢慢開 然後不同國家下去 你又自己在買 所以那感覺很特別 我覺得就是度蜜月的 或是說退休的 或是說你覺得時間可以拉很長的這種旅行 真的可以來體驗看看 好啦那就這次就到這邊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就會有新影片通知 OK我們下次旅行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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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